第28题 有关交流电与直流电的叙述何者错误 A交流电的优势在于升压降压相对于直流电容易 这个是对的 那因为呢我们交流电的电流会变化 因此呢 容易有电池感应所以呢就可以容易升压或降压 这也是为什么商业用电现在多数都是采用交流电的原因 那么老师上课也教过了 选项B一般家庭插座都是提供交流电是对的 台湾电力公司提供我们家里的就是交流电 选项B是对的 选项C一般电池如干电池只能够提供直流电 这个也是对的 电池提供的都是直流电 选项珠 电池充电池可以直接使用交流电充电 这个是错的 我们的干电池只提供直流电 充电的时候也必须要用直流电 选项珠是错的 第28题问我们说 有关交流电与直流电的叙述 何者错误 我们答案选的是 电池充电时可以直接使用交流电充电 对的 谢谢大家